字幕 李宗盛 想去漁景灣輕輕鬆地游覽一下景點 還有可以順便行山的話 你就可以去漁景灣水塘了 這條路很簡單而已 純粹沿著漁景山道一直到水塘 我們就在消防局開始走 我們走這個漁景山道是一個很大的斜坡 還有很多地方都沒有什麼鼠音 所以大家有做過這個防曬 快點到水塘 我們可以看到水塘 x5 水塘 再加一點點 水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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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逛逛逛找到一個位置 下去這個溪樓 現在就去了 離開了秘密溪間之後 我們就一直走上去 然後我們上面看到這條路 就像一陣會去的水塘旁邊那條路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之前去過的 御景灣的跳望亭 但我們就不會下去的 這次我就繼續走上去 就會去到水塘的了 這個水塘是1980年初起的 就用來供應給御景灣居民用水的私人水塘 所以它就不是水務處下的水塘 它曾經就為住宅區的人提供食水 但2000年之後就改為沖刺和淋花用了 那為什麼原本是用來做食水 現在就只是用來沖刺呢 因為之前發展商就發現水塘的水位不斷下降 就擔心食水供應不足 所以它就跟水務處要求供水 而之後水務處就幫御景灣引入了大腩沖水塘的泉水 我們現在在這個水塘裡休息夠之後 我們就會沿路下去 去碼頭的達環水道 在這個水塘裡休息就知道 那下輪達環水 的水塘在晒水中 在水塘上去 之後就能吃邊泡垃垃圾 阿翁 我會喜歡的選擇 結果itten在乎 那麼就吃邊泡 我會喜歡的水塘 我們也會不會被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